今天在成都有一个新车的试驾品鉴会 这台踏板车 这个品牌我以前没听说过 叫MV卡吉瓦 这个车现在售价还没有公布 它这个还带了原产的电包 现在小姐姐在骑 这车的动力平台来自于 摩托的150cc单杆随冷混合动力发动机 最大功率12.1个千瓦 最大流距14.6流米 这个混合动力主要体现在 赶起步的时候有8秒的电动助力 电碰系统来自于博士 点火是采用的脉冲点火的方式 起动的时候基本上是听不到声音的 车辆的配置还是比较丰富的 双通道ABS 电影率控制系统 7寸TFT全彩仪表 支持手机投屏 蓝牙连接等功能 在车头有前置的行车记录仪 后悬挂为带气栏的双后减震 整车灯光为LED光源 自适应大灯 大灯为4个带透镜的LED大灯 还有发动机自动启停 无钥式启动 风档可以手动调节 这车的油箱比较大 有13.5升 路筒的储物空间有15升 车辆整备质量为150公斤 布高为780毫米 车身颜色采用了一些撞色的设计 比较的显年轻化 现在这台车售价还没公布 大家觉得